你得送我一半 想谁也别带谁便宜 怎么办呀 我才吃两个 没有 跑得最快 又要就没了 这是我的战术 刚才只是诱敌之策 他刚才拿走的 只是我练手的 你看这些 才是我精挑细选的精力强将 更好吃在后面呢 栗子除了传统的草 虽然现代人还可以考啊 听报道说栗子是微信品 不开口口可是会爆的 压口子可比炒栗子文静多了 别看我压了这么多 咱一点都不累 好了可以煮了 煮栗子放盐是为了不粘内膜 煮五分钟焖十分钟 这个时候呢栗子是半熟 捞出来等它控干水分的时间 重点是要搞个糖水 这个配比的甘甜碗刚刚好 关键呢是让每个栗子都裹上糖水 然后就摆到烤盘里 可以入烤箱啦 避热好的烤箱200度20分钟 中途得再刷一遍糖水啊 出炉的栗子看着就很甘甜 而且不伤手不费力 轻松不可 完全不粘内膜 口感也是超香甜软糯 嗯比昨天炒的很好吃 嗯你还别说 真米炖的好吃 你看我就说好的在后头吧 哎有人窍门 我刚刚钥和糖鸟了 听她说你正在做栗子给大家吃啊 她 她 不是她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哎 不是 这个盘子 哎嘛 这是不是也是你的计划之一 来呀 哈哈哈哈